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这个合并列印 这边是不是有先生小姐 这个先生小姐呢 我们最好不要变成固定的 而应该是要随着她的性别不同而不同 什么叫性别不同而不同呢 我先删掉 其实我们在做合并列印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规则 书写语插入栏位 有一个叫做规则 我们可以透过规则的方式 然后把它应该是男生女生 然后相关的称位呈现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我现在我就可以用 if then else的方式来去呈现 呈现什么呢 它的例如说性别 刚刚这边是不是有性别 这个插入栏位 有一个性别嘛 那如果性别是男 我就要叫先生 那女我就要称呼为小姐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而不是大家都是先生或小姐 所以规则这边点选 然后接下来功能变数的名称 我们要选择什么呢 例如说我就选择 选择性别 我是依照性别 如果性别等于比对值 这个比对值里面就要去看 我放的是男还是男生 还是male 可以吗 如果说你今天里面放字的 是叫做男性 那这边你写男 这样他找不到哦 好 我要特别提醒你们 就是这个邮寄 这个邮寄这边 我是不是写男 可是如果万一 原本的资料里面 好 例如说这边写男跟女 那如果在word这边 我写男性 请问他有比对到吗 他就比对不到了 好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最常遇到的就是 这个比对值 这个比对值有时候是男 男性 男生 male 反正就是很多种那种表示的方式 因此就会导致他比对失败 好 所以这点提醒你们 那我刚刚去打开我们的资料表 看到说里面我显示的性别 只有男跟女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比对值就输入 里面一定有 一定会出现的 好 然后这边 性别等于男生 我就出现 我就要显示 先生 那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写性别等于女 这边就要显示什么 小姐 下面就要显示先生 好 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完成与合并 编辑个别文件 确定 第一个 第一个是王小明先生 然后第二个 李大同也是先生 第三个 赵小美 小姐 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不要让别人感觉 你也不知道我的性别是什么 好 因为如果说今天我们是会员 就是寄活动寄给市民 我想捞出那个他的性别来 应该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好 所以我想这个合并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这边一样 这个结果文件 结果文件 我可以把它给删除掉 不要储存 那我现在还要再请你们知道一件事 有时候我会刻意把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设一些格式 设一些格式 例如说姓名 我会希望他是出体 例如说我会希望说 他的姓名是出体 所以我就选到这个字 常用底下 出体 而且字稍微大一点 好 这个意思是说 假设我今天设定好 后面产生出来的结果文件 会一样化葫芦 所以不是在结果文件里面设定 结果文件它会怎么样 假设我有100页 我就要设100次 这个出体 16字形 这是很不切实际 可是在这个地方 我只要设一次 然后再去做 邮件底下的输出 这样全部大家都会看到 相同的格式设定 还有像比如说 这个段落 空两个字怎么空 只要这个段落空两个字嘛 所以常用段落 然后指定方式为第一行 两个字元确定 这个两个字元是指这一个段落用的字是12 所以它前面就会空24 因为一个12 两个24 24的一个空间 24字元的空间出来 好 那我想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所以在邮件里面完成与合并 编辑个别文件确定 您看这边字是不是有变大一点 然后这边是不是前面空两个字 然后李大同先生 前面空两个字 然后接下来赵小美 小姐 然后前面空两个字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同时讲两件事 第一个是功能变数我交if than else 还有交一个就是格式的应用 几乎大概就是在讲这些结束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就是格式的应用 还有功能变数的一个学习